神经外科看什么病 服务医生特药专家陈妍 西安市第三医院神经外科主人医师 随着科学的发展 神经外科干预的 现在能治疗的疾病越来越多 过去神经外科就是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一两个人 或者还没有专业人才 现在神经外科每个医院都发成一个 特别专科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科室 说明神经外科疾病的发现率和 发病率越来越多 首先神经外科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呢 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叫神经外科疾病 就是发生于脑和脊髓 也叫中央区域的一些疾病 我们都叫神经外科疾病 脑和脊髓中处神经系统的神经的疾病 我们就叫神经外科多件的疾病 有些什么疾病呢 第一个就是最多件的脑和脊髓的损伤 这是属于神经外科疾病 再一个脑和脊髓的血管破裂的一个出血 对不对 血管的病变 你不知道肚脉瘤了 肚脊髓疾病呢 脑都出血了 这也叫神经外科疾病 再其次 就是脑和脊髓 一个先天性的一些病变 我们也是属于一个神经外科疾病 再一个脑和脊髓 一些后天性的一个变化 你不认为脑脑肿 脑基属中病 包括很多的脑炎 神经外科疾病也是可以干预的 总的来说 你不知道脑怎么长肿瘤了 也属于我们的疾病 不管怎么讲 脑神经系统的疾病 是比较严重的 也是比较棘手的 所以一个 培养一个好的神经外科疾病 也应该是很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